好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我们这个学期会进入到这个实定品的经文 那我们就是陈锡这个院长 显渡师父 显渡法师 他在应该说是在之前的一个学习 学期 他结束了这个实定品的教授 那从实定品之后呢 师父请我来跟大家做一个 华严经的一个分享 那主要也是跟大家分享 怎么来自学这部华严经 依着这个华严宗祖师的这个著书 来一个学习 那好 那我们这是我们的课程 主要就是以八十卷本的华严经 作为我们主要经典的一个依据 那我们会补充 用这个华严宗祖师的著作 来做一个解释说明 所以在参考的文献部分呢 我们当然就是不离开三义华严 也就是三种译本的华严经 静义的六十华严 唐义的八十华严 跟唐义真元年间翻译的四十华严 那这四十华严是陆法戒品 那陆法戒品在静义华严经里面 它分别有十七卷跟二十一卷 唐义的是二十一卷 那真元义的这个四十卷是最完整的 那所以我们在学习八十卷本华严经 整部华严经的过程当中 我们多少也会参考到六十卷本的译本 还有这个陆法戒品的经文 所以这个是我们会用到的三义的华严经 那整个我们上学期有跟大家讲过 就整个在学习华严经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华严经的思想 它是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学习华严经上 会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跟效果 所以在华严宗的祖师论著当中 譬如说五祖的精华论著 这个联社有一个出版品 大家可以参考 那里面就是收入了从初祖杜顺 二祖字眼 三祖法杖 四祖成官 五祖宗命 这五位唐代祖师 华严宗祖师的一个对华严思想意理的 比较专门重点的一个小品的一个著作 那我们在上个学期的这个华严经的一个核心思想的教授当中 大概也有跟大家解释了这个部分的内容 包括华严的一个官刑 还有教职官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教授 然后当然还有华严经纸规 法杖的华严经纸规的部分 那说这些原点论著著书 在白话的现代的著作当中 大概就有这几本这边打星星的自育老和尚的这个部分 还有陈一散老师我们联社的学院的一个教授 他这个华严无尽法界原始的一个论著 这个是很基本大家可以参考的 而且是必须要去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意理 还有一个就是华严的五教探教的部分 可以参考矮廷老法师的一个 华严一圣教义章集结 然后大陆那边宗教文化出版社 中国佛学院的华严学教研组 他有编辑了一套书 其中有一本 他就是华严五教章的基础教程 他就是在讲华严一圣教义分歧章 他把它重新做一个编排 蛮清楚的 那如果在大陆那边的同学可以买来看也可以 这是属于现代著作的部分 还有这几本主师的 補主主师的这个著作 大家平常有时间可以多阅读 那对于深入华严经论 意理思想的部分会比较容易 好那再来呢 属于主师对于华严经论书的部分 六十华严的部分 当然就是有字眼大师的搜悬记 法障的探悬记 这个是大家平常耳熟能详的 那关于八十华严的部分 那就是法障大师 大家都会以为他只有写搜悬悬记 对六十华严的著书 其实在八十华严 法障大师他有写一个掠书 就是华严经掠书 这是八十卷本的翻译的一个著书 那他因为没有完成 就远及了 所以他的弟子会员法师 他有写了这个旭华严略书的 一个刊定记 所以包括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在讲实定品的内容的时候 就会用到法障的华严经略书 在会员的刊定记里面 可以找到他的一个对经文的一个科判 还有对经文的一个解释 那陈关大师 大家一定知道的 那他就是有所谓华严经书 跟水书演义操 这个叫华严经书 这个是在华严中里面很大 应该是说是最大的一部 一个铺头的书 的一个著述书 再来方商里通玄长者 里长者 他有新华严经论 四十卷 这也是注释 这个八十华严的 那道配禅师 他把这个华严经 跟陈关大师的书操 还有里长者的新华严经论 把它做一个编辑 就是经书操跟论 这样子 把它做一个重新的编排 一共有100多卷 116卷 这个也是可以参考的 如果你觉得 要比较便利的去看到 陈关大师跟李同玄长者的 一个著书的话 对于经文的一个解释的话 可以参考搭配禅师的 这一部书论转要 他是编辑的蛮清楚 那四十卷本华严经的部分 就有陈关大师的 真元心意华严经书 或者是我们一般听到 叫做别行书 指的就是指对于 四十卷本华严经的一个注述 那中密大师在陈关大师的 这个别行书的基础之上 他做了随书操 这个叫别行书操 这个是中密 五祖中密的部分 那倒配禅师他一样 有做这个别行书操的转要 他就是经 陈关的别行书 还有中密的随书演义操 随书操这样子 这个叫别行书操转要 还有四卷 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的 主师的一个著作 好那这个就是 以上这个就是我们 比较在修学 怀言经上面 或者是说怀言中的思想跟意理的时候 比较会用到的 怀言经跟主师的一个论注的部分 那大家平常有时间的部分 也可以就是多阅读 多熏修 对于我们深入精脏 还有契入这个怀言 譬如信海 这个一真法界性的这个 一个理解 会比较发起一个深刻的一个善根 这个是蛮重要的 熏习 熏习 熏修 好那接着呢 在讲完这个参考文献之后呢 我们进入到我们这学期的课程大纲 那我们首先会跟大家简单的 就这个 陈冠大师这一个设大金七处九会 39品五周四分因果 这里面讲到的有关 这个五周四分的部分结构 就十定品的这个第七会的部分 我们会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包括这个第七会的一个会场 再会重会普光明殿 还有这个如来放光别 放光 眉间光 口光 然后再来会主 这一会是如来自己做会主 然后如来录了这个 叉那记诸佛三昧 来说等妙诀法门 这个部分会在一开始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让大家对于这一会的经文 比较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概念 好 那在学习上 就会比较容易契入 好 所以我们第一个部分 会跟大家带到这个实地品 实定品在华言经中的 整体的一个结构 这个其实就是承袭 我们上个学期 上个学期我们大概讲完了 这个表 在我们引用了这个二组 字眼大师 跟三组法杖 他在这个实惠相品跟实地品 刚开始的有一些经文 在解释到学习华言的时候 有关于这个 继位 继位 继显 继三圣来显这个 一圣的这个 思想的部分 的意理的部分 我们这个上学期 有跟大家讲完了 那所以这个实定品 基本上他就是属于 性解行政 他是属于这个解奔 修阴气果身解 那他是属于 整个菩萨修行 阶位当中 进入 妙觉果位之前的 最后一个位置 就是 等觉 自觉 圣治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 我们会按着 这张表 来跟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说明之后 进入 经文的一个解释 好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一旦进入到 这个 经文的说明 在主师 陈冠大师的 书抄当中 乃至是 法杖大师的 淮金略书 会员的 刊定记里面 基本上 你都会看到 他用了四个大 四大块 四大部分 来 诠释每一品 经文 首先就是 所谓的来意 再来 识明 中趣 跟识文 这四大部分 来解这个 华严精 每一品的经文 那在法杖大师 的著作里面 他的一个顺势 跟陈冠大师 比较不一样 他先解释 识明 再讲来意 再讲中趣 跟识文 那基本上 大致上是 大同小异 那陈冠大师 他基本上 也在法杖大师 的这个基础之上 他这个略书 的一个基础 他或者是说 探旋记的基础 他有做一个 扩充 所以你从 科判当中 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陈冠大师的 一个科文 科文表解 科文他比较细致 比较细腻 会有时候 开比较多 开出来的 科判会比较多 那陈冠大师 法杖大师 基本上 他就是简洁二要的 会去讲 这个 经文的一个 分科的部分 他比较简略 但他的重点 都有带到 所以我们在 整个学习上 我们会依着 这个陈冠的 科判为主 因为他科判比较多 所以他能够 含涉其他的 主师的一个 科文的部分 那我们会以 陈冠的这个 脉络 科文的脉络 然后把经典 放进来 然后把 法杖大师的 一个论 一个 就是论 论书 然后还有一个 陈冠大师的 还有李通玄章 这的 我们会做一个 三个组织的 三个组织的 一个学习 跟一个 对意理上的 一个了解 那李通玄章 长者的 心怀言经论 基本上 他是在 法义上 他有 很深刻的 一个 自我 一个修行上 的一个 体会 所以在他的 心怀言经论 里面 你会看到 有别于 怀言中 这个 比丘系统 的一个 诠释 他会比较用 这个 残 残门 意理的 方式 来诠释 这个 经典 那你 我们到时候 进入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 看他的一个解释 还真的是 蛮经典的 可以作为一个 我们很好 一个在心性上 学习的 一个 参考 那就来意 市民中区 跟市文 这四大块 我们来看一下 实定品的部分 我们今天这一堂课 会跟大家 简单的带一下 整个 这个四大块 还有 华言经的 进入试文之后 他整个 五分 然后我们会 顺着经文 因为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 讲这个 华言经 实定品 我们第一堂课 我们会花一点时间 把实定品的 这个经文 配合这个科文 稍微顺过去 将我们正式 进入经文 在讲的时候 大家那概念上 会比较清楚 就不会 就有一点 讲进去之后 就变成 有一点 见术不见灵 的一个面貌 所以今天第一堂课 会跟大家 把整个 华言经 实定品的 这个轮廓 稍微描绘一下 让大家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 一个认识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讲 这个来意的部分 今天就是概说 然后我们往后会 细的讲 按这个祖师的论主来讲 好 首先来意的部分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一会 这个叫会来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品 这个叫品来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会 哪一会 就是第七会 就是刚刚这个表里面 实定品在这里 我们看到 它是属于 差别因果里面 菩萨修行阶位 从 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到实定品这边呢 基本上是等觉 阶位的一个 菩萨修行法门 再来就要进入 妙觉佛果的果位了 好 这个是属于 整个华言经 第一次的讲 六番行法因果 六位 三番 它有三番讲 性解 行正 好 有没有 菩萨修乐 生性 这个是性 修因 弃果 生解 这个是解 托法 进修成行 这个是行 依人 正 入 成 德 这个是德 也就是正 入 法界 所以就 一性解 行正 这四分 解 分 这一分 就是第一番 第一次 去讲 菩萨修行的 六位 行法 助行 向 地 等觉 妙觉 六位 好 那这为什么 六位 实性 不入位 这个我们 上个学习 有本达提到 它是属于 助位 它设在 助位里头 你要入 初发心 注 你必须 具足 这个十种 信心 发起 菩提 心 这个才能 进入 初发心 注 所以 这个六位 行法 因果 的第一番 解 分 那第二番 离世间 品 第二次 去讲 是从 行 行的 角度 普贤 行的 角度 这个是 离世间 离世间 从行的 角度 去讲 实性 行 实柱 行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行 妙觉 行 里头的 一个 刑法 因果 这个是 离世间 品的内容 那到了 陆法 戒品 它就是从 正路的 角度 依着 善才 童子 他一样 有 陆法 戒品 有 本慧 本慧 就像 世主妙 恩品 跟你讲 这个 与慧 的 佛 三世间 的 庄严 然后 末会 他就是 依着 善才 童子 往南 参访 善知识 来 说明 这个 住行 相帝 等觉 妙觉 的 一个 菩萨 修行 结尾 那 他是 正路 的 角度 去 讲 这 叫 三番 三次的 去讲 刑法 因果 所以说 我们这一次 等觉的 这个部分 是属于 解分 等觉位 的 这个部分 经文 所以 会来 他会 从两个角度 我们之前 有讲到 学习 华严 经 的 一个 最大的 特色 就是因为 他是 一圣 的 普贤法 就 我们 刚刚 前面 在讲 归经纪 的时候 我们 发愿 的 试愿 修学 普贤法 为什么 因为 整部 华严经 就是在 讲 法界 缘起 普法 门 普门 你说 华严经 的 行法 是什么 就是 这个 普贤行 普贤法 普贤德 普法 普行 普德 成就 普自在 这个 我们 上一个学期 都有 跟大家 讲 一下 所以 因为 这个 普法 的 关系 在 华严经 里面 我们看到的 行文 经文 内容 基本上 他就是 直接显 华严的 法界 无尽 缘起 所以 他这个 叫做 圆融相 射 那你 圆融相 射 你从 一圣的 角度 叫圆融相 射 从 这一圣 普法 的 角度 来看 到了 等 爵位 了 就是 属于 位后 的 得用 什么叫 位后 位后 就是 菩萨 修行 结尾 实地 满了 菩萨 地 尽了 展开 的 整体 法界 的 大用 这个叫 位后 的 得用 我们 在 第七 会 的 经文 等 绝 妙诀 的 经文 里面 我们 看到 他 整个 展现 的 就是 这个 部分 那你说 他怎么 发起 这个 得用 佛 菩萨 他怎么 启用 的 你们 觉得 这个 能够 启用 的 根本 是什么 我们 知道 修学 佛法 不离开 三学 戒 定 慧 三学 你 能够 持戒 能够 生 定 一定 会 发 这个 慧 智慧 升起 智慧 所以 能够 起 这个 无边 进法界 的 一个 得用 他的 根本 就是 在于 这个 三昧 也就是 这一品 经 实定品 为什么 要在 等觉 法门 在讲 胃后 得用 的 一开始 就讲 实定品 的 一个 关系 他 就是 告诉 你 所有 佛 菩萨 他的 立身 事业 他的 无 尽 的 这些 谱门 普 德 普 自在 他怎么 成就 的 因为 他 依着 根本 的 智慧 一切 诸佛 的 根本 智 或 叫 一切 智 深入 这个 三昧 禅定 的 定 而 起 的 智慧 作用 所以说 三昧 为 体 是属于 胃后 得用 的 根本 也就是 这一会 的 为什么 会先 讲 实定品 的 原因 依着 这个 三昧 体 十种 圣身 广大的 三昧 他能够 发起 无尽的 智慧 无尽法 经文里面会提到 十种无尽法 十种无边心 乃至种种 这个 普门 立身 的一个 菩萨 立他 菩萨 立他的 事业 换句话说 到了这个 等觉 菩萨 的 华音经 的经文 里面 我们看到的 基本上 就是 菩萨 他就是 成就的 他是 很处 生死 当中 但他 不受 三界 生死 的 烦恼 跟 这 生死 这种 分段 生死 的 一个 苦处 所以 他 处 生死 而有 无限 大用 的 菩萨 门 就是 整个 圆融 香色 门 在讲 所以 你说 有的人 就想说 实定品 那 是不是 大家 平常 对于 这个 定 禅定的一个概念 就是打坐 打坐 meditation 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到华言经里面 你看到菩萨的定 菩萨的三昧 他是横动的 什么叫横动 他就是 普门 立身 在一切 生死当中 产生了 这个 依着三媚体 产生了 无尽的 智慧 跟无边的 心量 普门 立身 的一个 无限 大用 这个叫 普贤的 圆融 香色门 这个会在 等觉 这一会 第七会 等觉 妙觉 法门 当中 你会看到的 就是这个 无尽 自在的 一个 浦门 视线 的一个 作用 得用 这个是会来的 前面我们会 讲到 这个圆融 香色 这部分 那次第 航步 我们知道 什么叫次第 航步 次第 航步 就是 你在华言经 里面 每一个阶位 从实性满心 入到出发心 柱开始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妙觉 这个叫做 航步次第 一个一个 这个阶位 都很清楚 柱有实柱 行有实行 回向 有实回向 地有实地 那到了这里 前面讲实地 现在到了这里 就是 第七会 他就是要显 这个等觉 跟妙觉 等妙二觉的法门 所以他这个次第 航步门 是从 接续前面的实地 来讲 来到了等觉 跟妙觉 位 的一个 普贤法门 普法门 的部分 好 所以说这个 就是属于 这一会 会来 讲到 圆龙 相设 跟 航步次第 的部分 那这个 品来呢 品来就是 讲这 实定品 这一品 好 那我们刚刚 其实 我们也看了 这个表 实定品 它的位置 就是在 实地之后 等觉 位的 第一品 好 那这个 我们 往后 会跟大家 介绍 这个 等觉 位 这 六品 金 还有 庙觉 位 三品 金 的 一个 概说 也就是我们 进入 经文 之前 我们也会 跟大家 讲一下 这个 等妙觉 法门 的 内容 所以 这个品来 就是在 打 第二会 第二会 就是 也是在 普光明殿 前面 如来明号品 里面 这些 诸菩萨 大众 他有 问到 佛的 境界 是什么 菩萨 修行 的 境界 是什么 的时候 就有 问到 这个 佛菩萨 安住 在 普贤 恨愿 的 这些 菩萨 大众 他的 禅定 是什么 他的 智慧 是什么 这个 在 等妙觉 法门 里面 就 回答了 所以 这个 就是 这一品 品来 这一品 实地品 的 来意 就是在 达第二会 如来 明号品 里面 有关 实地 的 这个 问答 所以 在 实地 你在 主事 的 论著 里面 你会 看到 他 因为 我们 其他的 经论 里面 像 能亡 护国 经 或是 菩萨 英若 本业 经 或是 与前 实地 论 维世 系统 的 这个 经论 里面 会有 所谓的 等 绝位 的 探讨 所以 说 在 主事 的 论著 里面 也会 带到 这个 问题 也 就是 说 等 绝 这 一 位 他 到底 是 算 实地 的 圣 还是 他 就是 一个 等 绝 位 行 这个 问题 主 师 也 会 在 来意 这个 部分 做一个 说明 跟 解释 这个 我们到时候 讲的时候 会简单 带一下 我们不会 讲的 太 多 但 我有 整理 出来 给大家 你们 可以 自己 参考 那 一看 你就 会 知道 为什么 不同的 经论 他有 不同的 一个 菩萨 结尾 立位 的 一个 差别 好 这是 来意 的 部分 有 会来 跟 品 来 那 再来 世明 的 部分 主持 论書 里面 就 提到 说 他就 解释 到 这一会 第七会 会 名 还有 这 实地 品 的 品 名 那 会 名 的 部分 他 就 约 处 跟 约 法 两个 部分 来 讲 这一会 那 约 处 的话 处 所 空间 他就是 重会 普光 法 普光 明殿 第二次 整部的 华严经 你看 这个会场 这里 他有 三次 在 普光 明殿 讲 这部 华严经 分别 是 实信 法 门 的时候 这是 第一次 初会 普光 明殿 第一次 再来 重会 的时候 是在 这一会 第七会 他又 回到 普光 明殿 这时候 主持 就会 去探讨 为什么 要重会 普光 明殿 的 用意 在 哪 第三次 是在 黎 世间 平 以 行 来 解 菩萨 修正 的 内容 的时候 第三 会 也是 在 普光 明殿 所以说 这个 世明 他这边 就会 解释到 重会 普光 的 意义 是什么 那 再来 约法 当然 就是 显现 这一会 就是 在讲 华严的 普法 门 普法 普贤 法 好 那 再来 实定品 实定品 的品名 这个品名 在 梵文 梵本 里面 它就叫做 如来 十三昧品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汉译版本里面 它就是直接写实定品 那大概 祖师会解释 基本上就是 因为已经到了 等觉 阶位了 所以等觉 菩萨的 三昧 上同 佛 跟如来 等无有意 经文里面 也会看到 所以可能 我们这样理解 就是说 从果位上来看的话 你可以 这个 祖师叫做 依祖师 如果你依如来 来看的话 它就叫做 如来的 十种大三昧 如果 你从 因为 菩萨 因地的角度 来看的话 它又称为 一切菩萨 十大三昧 所以 在经文里面 也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描述 那这个 十种三昧 其实就是 佛 在地七会 录的 刹那祭 诸佛 三昧 它是一样的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 我们 其实这个 十种 十种三昧 菩萨 菩萨 在 他 初会 我们看 这个 这张表 你有没有看到 初会 在菩萨场的时候 有一个叫 菩萨 三昧 品 这一品 你说 菩萨 三昧 菩萨 是录到 什么 三昧 这一品 菩萨 录的 就是 一切诸佛 毗鲁 这那如来 葬身 菩萨 三昧 那 这个三昧 其实 它就是 果定 毗鲁 这那如来 的定 但是 从菩萨 门 进入 所以 其实 它是 相同的 那到 实定品 这里 也是 有 这样的 一个 状况 它 从国位 来讲 叫做 叉那记 都佛 三昧 从菩萨 的 因地 入到 这个 三昧 的 它就 叫做 一切 菩萨 十大 三昧 它 以 普光明 三昧 无主 那 这个 普光明 三昧 跟 我们 这一处 重慧 普光明 殿 它是 有 绝对 关系 的 所以 它 这个 三昧 名 尘 跟你这个 地方 奖金 的 地点 它是 相连 的 所以 这个 在解释 这品 金 的 品名 的时候 也会带到 这个部分 然后 我们也会 跟大家 解释 这个 普光明 殿 这个概念 学习 华严 经 我们不太 能够 以 我们 世间人 的 一个 认识 特别是在 时间跟 空间的 概念上 去了解 这个 经文 在 讲 东西 如果 我们 依着 这样的 了解 我们 在 华言 会上 我们大概 只能 看到的 就是 佛 坐在 菩提 树下 的 草地 上 就 看不到 这个 十报 庄严 诸佛 法身 大师 菩萨 他 十报 庄严 的 这个 境界 这个 就是 普光明殿 在哪里 的这个问题 你说 这个 七处 九会 从 菩提树 菩提场 上升 这个 人间天上 那 这个 普光明殿 到底在哪里 这个 是 十报 普光明 自 所展开 一个 十报 庄严 的 一个 处所 所以 基本上 如果我们 用我们 世间人的 一个 认识 你找到 一个 普光 法堂 在哪里 你也可以 说 到处 都是 不然 就是 你早 都 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没有 入到 那样的 一个 深刻 的 法界 当中 所以 就会 这个 就会 这个 问题 所以 其实我们 在修学 华言 的时候 我们上学期就有跟大家提到 所谓的这个 根本法轮 本法 本教 跟这个足迹教 三圣的教法 它有一个 很大的不同 那在经文的行文上 还有讲经的一个时间跟空间上 在华言经里面的一个认识跟学习 在意理上 是 完全 不跟 我们 平常的时空 是一回事的 如果我们要 硬着用人的大脑 去思考这个东西的话 你会转不过来 所以说 这个我们在 上个学期 也有跟大家提到 所以 特别到了 这个 等觉 妙觉 国位的 这个菩萨 修行 接次 来看 他这个 法门 还有 时空的一个 这个 无量 无尽 智慧 得用 心量 展现 出来的 就是像经文里头 所描述的那样 那 就是所谓 我们人所谓的不可思议境界 因为大脑 勾都勾不到 就是这样子 OK 那这个就是属于市民的部分 会去解释到 带到这些重点 那再来中序 就是说 中子跟去向 那我们华严经的中序 法界 礼食 缘起 因果 这我们在上学期 有跟大家讲到 然后就是从中序 带到这个 不疲如法界 修普贤行海的这个 华严的官刑法 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 那这边在讲中序的时候 就是针对第七会 跟实定品来讲的中序 那第七会来讲 他这边讲的就是 普贤的因果了 以中子来讲 就是在讲普贤因果 还有他这个 普贤 普法门 普门的一个得用 自在 圆满 等同于这个 妙诀佛果的 这个中子 为什么要讲这个中子 去就是你要引导到哪里 就是你要引导 灌顶位 实地 实地圆满的这些菩萨 令悟啊 这个物质的就是 友情嘛 那这边的友情 就是绝友情啊 就是甚至是实地 实地圆满的这个菩萨大众 法生大士菩萨 能够入到等觉 等觉结位 的一个得用的一个 自在无碍的一个展现 这是这一会的中序 那这一品经实地品的中序呢 他基本上就是在讲 普贤的三昧 这个如来的十大三昧 什么是佛的刹那记三昧 刹那记是什么 这个也就是 刚刚讲的 我们对于时空的概念 过去现在未来 那在法生大士菩萨 到了等觉庙觉的时候 他那个刹那记 所展现出来的时空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是蛮精彩的 那这边就提到这个普贤三昧 他的这个无碍自在 跟无边的这个得用 无边大用 那主师就讲到这个就是通中通去啊 可以是中子 也可以是一个去向 他就没有分中跟去 都一样的 好那再来呢 来意市民中序第四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士文 那士文这个部分 这一品经实地品 实定品 他就成观大师 分了五个部分 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续分情分 事说者分跟 本分跟说分这五分 那这五分怎么来的 那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承袭的法杖大师 他在《华言经略书》里面 他开了三分 他开了这个 续分情分跟 事说者分三分 那他的本分跟说分是 涵盖在这个事说者分里面的 好那这个 我们等一下就进入 这个续分的经文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整个实定品的经文 内容大概 那我们在正式进入 这个 来意市民中序之前 我们今天会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带一下 实定品的经文结构 好那这样 大家正式进入的时候 会比较能够 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就不会有一个 见数不见零的 这个的问题产生 好那我们 休息十分钟 现在是五十一 我们等一下 零一分的时候回来 OK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呢 就进入到这个 事文的概说 就是依着这个 陈管祖师的 续分请分 事说者分 本分跟说分的一个 科文 来概说一下 这个实定品的经文结构 好那首先 进入续分的部分 经文的一开始 它就是 二十 世尊在摩羯提搏 阿兰洛法普利场中 史诚正诀 于普光明殿 入刹那记诸佛三昧 所以他到这里呢 基本上就是 在交代一个就是所谓的 总显三种成就 总显三成就 哪三种 就是实 处跟主 就是这个耳食 处就是在哪里 摩羯提国阿兰洛法普利场 那主的话当然就是 世尊 这个就是三成就 那其实在华言里 我们知道就一般在经文 一般的经典里面 我们有所谓的六成就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概念 那你在华言里 你会看到 华言中的主事 基本上 他会强调的是三成就 这个是什么因缘 这个就是华言有所谓 谈到这个所谓的 三世间成就 三世间是哪三世间 我们上学期有提到 不知道大家还没印象 自正觉世间 这个智慧成就 正觉的部分 再来第二个 就是气世间 相应我们智慧正觉的一个 开展成就 你的气世间有所谓的 一报庄严的部分 所以自正觉是我们的正报 气世间是我们的一报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友情世间 那在经文里面 你会看到 他就写 与时菩萨为成数菩萨 摩合萨 具 这个就是别显 众成就的部分 具有哪些菩萨大众 那你在华言经里面看到 基本上都是佛 他的常随 主办员民的都是这些 法生大师菩萨 而且他的数量就是 石佛萨为成数 那这是象征的 这些无量无边的菩萨的 法门 解脱门 所以这个在 世主妙严品里面 你会看到 有 四百多个解脱门的 一个成就 这个是属于 有情世间的部分 所以整个在华言经 你会有所谓的本会 这个本会通常会出现在 一个经 这一瓶经的一开始 陆法建议品也是这样 然后最开始的这个 世主妙严品也是这样 他会在本会当中就显现了 这个佛的三世间庄严 所以你会看祖师的这个 一开始经文开场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 总显三种成就 始祖处的成就 这个是有别于一般 我们讲的六成就 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个是学习花言 也要有的一个认识 否则我们会在时空上 一直会转不过来 然后甚至有的人会觉得 就是会 这个是涉及到信心的问题 就是你对于这一部经 你能升起的一个 信念跟一个信仰 然后才能够去修行 所以六成就 一般讲的就是每一部经 他这个 偏手的部分的通续 那他一般会有六种项目 六种内容 就是所谓的六种成就 六式成就 也就是性文 始祖处跟重 这六种 那我们举 宗密大师的著作 因为他也是花言中的 那其他天台中的像 自己大师他们 智者大师他们 的论诸里面也都提到 这个六成就的部分 那你看 一切经出 皆云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某处 与某众若干人聚 诸今多具六种成就 文获略缺 但亦必俱之 文行文上 你可能会有一个 多少的问题 简略的问题 繁略的问题 但他意理上 他会有这些的元素在一头 那就是性文始祖处跟重 那又六元不拒 教则不新 必拒六 必须拒六 故云成就 那好比如是我闻一时佛 这个就是性成就 性就是佛法 为什么一开始就是一个性成就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佛在大波涅槃经里面 就有记载 就是佛要入灭之前 例子有问 就是未来佛入灭之后 那个经典要如何的安置 才让大家知道 这是佛说的问题 那就有提到 就前面放如是我闻 所以这个就是性成就的部分 佛法大海为性能路 性受如是之法 佛所说的不疑惑 这个叫如是 如佛所说 我如是闻 那再来就是 这个我闻的我是谁的问题 那这个闻成就 那当然一般的经典 眷属经典 三圣经典里头 我们会知道那是阿难成就 阿难的闻 闻成就 就是阿难亲自 因为阿难是佛的适者 他跟随在佛旁边 听闻的佛所说的这些叫法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补充 你说阿难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生出来的 什么时候出家的 那当然会衍生一些问题 这我们等一下会解释 那一时就是 你感应道教那一时 这里的主成就就是佛 也就是说法主了 那佛是世间跟处世间 说法化导之主 那一时佛在王舍城 社会国 这些就是处 佛在哪里讲的 那在华严经里面 这个除了时间以外 一时还有这个 我闻这个闻成就 是谁 还有这个处所 天上人间 乃至普光法堂 普光明殿在哪里 这些也都是一些 遗情会出现的 那宇大比丘众 若干人具 这个就是众成就 那通常指的就是 文法的大众 那就包含了 一般眷属经典 我们看到的就是 菩萨摩赫萨 二圣的身文 圆绝 还有天子众 朱大龙王 钱塔伯 阿修罗 迦罗 锦那罗 摩洪 罗穴 这些八部神众 还有转人圣王 还有印度 不印度十六国的大国王 夫人 无央素人 沙门 婆罗门 差地利 各种不同 世姓 总姓的这些人 还有诸国界的 长者 居士 一切人民 等诸大众 云及听法 这个就是 众成就的部分 那在《法研经》里面的 众成就 大部分就是 法生大使菩萨众 这就是他特别的地方 此等六世 诸经通用为序分 所以又称为通序 那又以正时该经 就每一部经典 他是佛所说 成熟可信 所以又称为正性序 通序或叫正性序 这个是序分的六成就的部分 那这边就补充一下 就是 到底这个《如是我闻》 《华严经》里面 你说从佛所听闻 那教传的这个阿南尊者 他是佛得道的时候出生的 他二十岁出家 三十 做如来侍者 那他在三十年前 如来所说的这些教法 当然阿南就没有听闻到 那《华严经》出 这个经手的地方 有所谓《如是我闻》 那这个《我是谁》的问题 那这个在祖师的这个论注里面 他就有提到 陈关德呢 他就说到说 阿南所不闻经 阿南没有听过的 或云辗转传闻 辗转传闻就是 从其他的比丘边上听到的 或从诸天向阿南说的 那个《佛经》里面有提到 有五种人说经 跨人也会说经 所以说这些 诸天他也会向阿南 来转述这个佛所说 佛所说的这个 经典的内容 或者如来重说 第一个是辗转传闻 从其他比丘或是诸天那边听来 再来如来重说 因为当初阿南他答应 世尊做试者的时候 他就有三个请求 不受佛一 不受佛 他有很多 就是他不去接受这佛 用过的 因为你想想看佛的东西 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好 或是比较特别 那他就是跟大众一样 其实他主要就是要跟大众一样 不要因为当事者而特别不同 所以不受佛一 不受佛别请 这个七佛都是生次请 不受别请 就是不个别受居士的供养 应供也是这样子的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 为所谓文法 更请重说 也就是阿南在当佛逝者之前 他没有听闻到的这些教法 请佛再帮他重说一遍 这个叫如来重说 或者是说如来将入涅槃之前 再为阿南重说 阿南有特别请佛 再讲一下他没有曾经听闻过的 法 佛法的部分 那第三个是霍云得生三昧自然能通 这个就是成为大师在书里面 有举到金刚华经 他有提到说阿南尊者得到法性觉 自在王三昧的原因 所以他能够一词如来 他之前所说的经典 与亲文无异 因为深入三昧的关系 所以能够解这个佛所说法 所谓文的经典 那当然这就是从基上来讲的 我们知道有本门跟基门 基门就是从你这一期的一个视线 跟拳桥上来讲的 化身来讲的 那本门从实法的角度来看 在祖师的论著里面就提到 他说实则大全菩萨影响洪传 就像大波涅槃经里面 他就有提到 他说我涅槃后 阿南比丘所谓文的 洪广菩萨当能留步 所以就是不是只有身文 阿难尊者 还有这些菩萨当众 会留步这些大圣的经典 那阿难所文自能宣说 自然就能够去宣说这部经典 如是我闻 那他又进一步举了 大方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 他就有提到 所以我们上学期有提到 你从本法的角度来看 从实法的角度来看 这些比丘大众过去 像法华经里面他就有提到 这些就是久修菩萨行的 一个菩萨大众 全世 大权 叫大权菩萨 视线在这个娑婆世界 跟这个释迦牟尼佛 做主办原名的一个菩萨大众 这从实法来看的话 你看 十有十佛菜为成述 他方诸佛 为与庄严皮鲁真大如来到场 重固 视线菩萨行 来再会做 哪些是他方诸佛 来视菩萨行在娑婆世界 你看他就举到 观自在 文书施力 地藏 虚空藏 金刚藏 维摩节 善微光 灭珠盖 保守 大会 普贤 这些种种的 菩萨大众 等菩萨摩赫萨而为上手 然后再来有 无量千亿的菩萨 他方世界的菩萨 他方世界的佛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他就视线菩萨行 他方世界的菩萨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他就现身文行 那就主办圆明 因为一个教化的国度 他就一个佛做主 其他就是 左辅右臂 来共同成就 所以就现菩萨行 现身文行 亦来会做 所谓 摄立佛 勿见连 虚菩提 罗霍罗 阿罗交成儒 佳摄 尤伯里 阿纳律 这个我们就是佛的大弟子 我们平常认为他们是 身文弟子的一些大弟子 离伯多阿难提佛达多 拔难陀等 而为上手 皆以九修六波罗蜜 有没有看到 敬佛菩提 未化众生 于杂兰土 现身文行 这个是 大方广如来不思议经节经里面提到 那你去看法华经里面 妙法灵华经里面 他有提到 如来授记这些身文弟子 他过去的一个因缘 在大通至圣如来的时候 他们都是这个十六王子 沙咪 坐下听法华经的 那个时候就跟 释迦牟尼佛结缘了 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 这个佛的第十六个儿子 出家做沙咪的 就讲 带佛来讲法华经 他们从那时候开始都久修六波罗蜜 那因为心有退 退失的关系 所以他 到了这个 娑婆世界的时候 佛在法华会上 授记他们将来当成佛 那如果你从 这个是从 基门来看 从三圣来看 那你从实法来看 这些都是大全菩萨 来跟 毗鲁尘那如来 要庄严道场 就是释迦牟尼佛 来共同主办圆明的 教化众生的 这个就是显他的实义 正显实义 他是这样子的 这是在成官的书里面有提到 他说 他解释说 四大菩萨方便闲本 故未说实 譬如 法华经五百地质收集品里面 他就提到 他说 朱比丘弟听佛子所行道 善学方便不 不可得私益 知重药小法 而畏于大志 事故朱菩萨 做生闻圆绝 这边就有提到 为什么他们会 视线做生闻圆绝 因为他们诚心 曾经见闻熏习 菩萨大圣法 但好要小智 小法 心有所退失 那长时节的一个修学 所以就是做 四诸菩萨 做生闻圆绝 是这样的因缘 那到这个 娑婆世界 被释迦牟尼佛受祭 将来成佛 有这样的一个因缘 那在受学 无学人 祭品里面 特别是阿难 这个部分 阿难章 他就有提到 方便为士者 护持诸佛法 及大全民 就是说明阿难尊者 其实就是大全菩萨 来视线 他方的菩萨 来这个说婆的一个蓝图 视线做生闻形 就是这样 另外的法障探旋记 的记载里面 他就有提到 前面陈观是讲 这个如是我闻 如果你要把它解释 为阿难所闻词的话 也是会通的 那探旋记里面 他除了阿难的这个观点以外 他还有讲到 他说这个如是我闻 如果你依大致度论来看的话 大圣经典的 磨合眼障的结极 经典的结极 他就是有文书 文书势利菩萨 弥勒菩萨 跟阿难海 来结极磨合眼障 所以说你说文书势利菩萨 来称如是我闻 也可以的 这个在法障探旋记里面 就有提到 他也举了文书势利 玻璃環经里面有提到 佛灭度后文书势利菩萨 还在人世间 艳阳舌不惊 教化成熟友情 令德不退转 所以也知道红传 红传这个大圣经的 儒势我闻 这个我 你也可以 把它理解成 文书势利菩萨 这些大圣菩萨 法圣大圣菩萨 那另外在大制度论的 这个竹类品里面就提到 佛灭度后文书势利 弥勒诸大菩萨 亦将阿难及事魔合眼 大圣的法障 是由菩萨众来结极 那他也有引到 阿舍世王忏悔经里面 他就提到 他说 阿难陀 这个叫庆喜 就是阿难 其实有好几个阿难 阿难陀 他叫庆喜 就是我们平常知道的阿难尊者 他就持身文法杖 然后阿难陀 拔陀罗 这个叫庆喜贤 他是持中称法杖 那阿难陀 所以他在讲大制度论里面提到的这个阿难海 阿难其实就是这个庆喜海 他结极磨合眼障 所以文书斯利跟这些大菩萨众跟阿难海 在铁维山间结极持经收入龙宫 当然这个龙宫有另外一段 我们今天这边就不再去讲那个部分 因为龙他有发愿 护持佛的教法 所以在经典里面你会看到 这些龙宫 他是一个法杖结极的一个地方 诸佛法杖结极的地方 这是佛作为护持世间跟初世间的一个主 的一个概念 的一个作用 护持佛法的一个作用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个六成就所要补充的 所以就是你看从六成就里面的一个 如是我闻的这个我 还有一时跟这个处所 从华严经的角度来看 他就是不一样 大众也是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所以祖师在解释这个华严经的经手 每一品的经手的时候 基本上 他不太会去依着六成就来讲 他会比较去强调总显三成就的原因 因为整个华严经在讲就是佛的三世间圆满 三世间庄严自在的一个展现 也就是所谓自政学世间 气世间跟友情世间这三世间 这个是显现三世间圆满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所以在祖师在解释这本经的时候 他也不例外的按着这个华严的意理思想来 去做一个科文的一个注解跟诠释 所以这个总显十祖处就是在 耳食世尊在摩羯提过阿兰洛法 福利桑中 史成正觉 那史成正觉就是在成道的那一个时刻 讲开禅的 所以说这个华严经 佛在讲 其实就是这个耳食的概念 华严经我们上学期有讲到 他不是七处九会 他不是说我说完了第一会 说第二会 说完第二会说第三会 说完第三会这样接着 一直到七八九这样不是 他是耳食就是一时他全体朗线 在佛的海因三昧当中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在人间天上 所以他不离本处横遍十方 而且是肃穷散己 过去现在未来 在十方的国度 岔海当中 不断的在宣说 这部华严经 所以我们上学期有提到的 华严经的铺头 他不是只有上中下本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略本 他还有无尽的 法严经啊 这些因陀螺网经 这个都是华严经涵盖的方法 所以这始成正绝 就是在讲 从这个佛成道的这个部分来讲 约这个主的成就来显这个时 什么时就是他成正绝的那个时候 所展现 那于普光明殿 这就是佛在普光明殿讲了这个 那你说普光明殿在哪里 这我们往后不会讲 那其实普光明殿 那我们看这普光明这三个字 它就是一个智慧 佛的一个本质 叫普光明智 以着这个智慧 而报得的 新菩萨道 十报 仇报的 一个十报庄严的一个 处所 所以叫普光明殿 所以这个 你要说他在世间吗 他也在世间 你要说不在世间吗 他也不在世间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你要录到那个 普光明智 诸佛的那个 我们要穷生死的本记 刹那记 能录到这个智慧 那就是会展现普光明殿 所以普光明殿 所以法生大师菩萨 他看到的不是佛在 菩提嘎亚的草地上讲经 他看到的是 佛在普光明殿里面 三世间庄严圆满 这跟我们 众生看到的不一样 说佛世界 蓝土众生看到完全不一样 他们法生大师菩萨 看到就是 十报庄严的一个境界 三世间圆满的佛境地 所以说这个就是 华严经最大不同的地方 你从他的实处来看 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那这时候呢 佛就入到 刹那记诸佛三昧 这是显 开始往后是显佛的德 从佛的德用 来显这个佛 他的自正学的一个成就 他能发起为什么 就是三昧的定体 那佛的话 他就是入到 刹那记诸佛三昧 这是一切佛的一个三昧 他能够发起德用的一个根本 那往后我们实定品内容 你就会看到 这个一切菩萨十大三昧 实定在讲的十种大三昧 其实就是这个 刹那记诸佛三昧的菩萨门 从菩萨门录的 那 刹那记诸佛三昧就是从果位的角度来 来讲的名字名称 好那再来能发起 作为一个三昧的体 发起的体 那发起 所发起的是什么 就是依着这个 刹那记诸佛三昧 他发起了一切自在神通 一切自神通 在其他的版本 他这有时候会有个在 一切自在神通 或者是一切自 自神通 这两个版本都有 这个是依着三昧的定体 而发起的 智慧神通 那展现的是什么 就是佛的生于一三伦的交化 三夜的 清净三夜 现如来生 清净无碍 无所依止 这是深夜 无有攀缘 祝奢魔他 奢魔他就是禅定 最极极境 这个就是佛的意业 就是横在这种极境的状态当中 巨大威德 这个也是深夜 他有利益众生 度化射受众生的一个 深夜的一个显现 身相的显现 大威德的显现 无所懒着 这个也是一夜 能令见者 悉得开悟 这个就讲到 他的利益众生 义悟的部分 令见闻 开悟 利益 不应见见故 就是会有见闻的利益 会有悟道的利益 随夷出心 不失于时 所谓随夷就是按着 契合的众生的根气 见顿 叫做随夷 随众生的一个根气 那不失于时 就是他相会如其 不失时 众生什么时候该成就 什么时候因缘到佛 都知道的 所以他度众不失时 说法不失时 利益众生都 恰到好处 随意初心不失于时 那再来横柱一项 所谓无相 这个就是总结 变三成究竟 总结你说 这个在佛的 刹那记三昧当中 他是怎样 这边就讲到 他就是注于一项 什么项 就是无相 无性 无相 所以这个总上所现 不离定心 上面写现 这些佛的身与一三叶 所发起的 三叶三轮的 无碍清静的一个教化 都不离开这个 诸佛刹那记三昧 这个佛的这个定心 定心横柱一法性故 所以说叫横柱一项 住在法界性 就是所谓的无相 那也就是无性 所以说这个就是 一开始的开场 总结三成就 那再来呢 他就讲到了重成就 就讲到 与时佛刹为成数 菩萨摩萨剧 这边就讲到了 这个 听法与会大众的部分 他先举数量 有多少 十佛刹为成数 这个六个字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我们在读华严经的时候 常常会有 十佛刹为成数 动不动在华严经经文里面 最基本的量的单位 就是十佛刹为成数 这个是什么 十就是一个圆满数的概念 佛刹为成数就是 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穷尽又圆满 的菩萨摩萨大众 都聚在这个 法会的会场上面 法院会上 所以这个是 不可思议的一个 有情世间的一个成就 那相应的就是 他有不可思议 无量无边的解脱门 每个菩萨的解脱门 都不一样 像大家现在 好要学习的法门 也不一样 喜欢听什么经 也不一样 相应什么法门 也不一样 将来成就的 菩萨解脱门 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数量 像横河沙一样 十佛刹为成数 菩萨摩萨去 好 弥不揭入灌顶之位 这边就是在讲 这些菩萨摩萨大众 法僧大师众的德 前面是在讲 佛的德 这边就是在讲 菩萨大众的德 都是入灌顶位的 那这是灌顶位 这个概念就是 祖师也会提到 就是说 你就是看 这边所谓的灌顶位 就是看经典里面 有没有安利等绝 这个阶位 有的像人亡护国经 他没有安利等绝 那灌顶位就是实地 那有的经典里 经论里面有安利等绝的 等绝阶位的 那灌顶位就是等绝位 就是入到等绝阶位的菩萨 这是他们的大众的德 那初五句探自分德 那后五句探圣经德 这个 这个是法当的 环境略书里面的 他这边就讲的蛮细的 然后他就有提到 接入灌顶之位 这个一时未及 固云灌顶 灌顶位就是实地菩萨 受佛的一个灌顶 未来就是要成佛了 一时未及固云灌顶 我们一般 一般现在对灌顶的概念 就是密宗的修法 有所谓的一个加持跟灌顶 那其实显教有没有灌顶 有啊 他就是在菩萨的一个 很高层次的一个 接位修行 会出现这个灌顶 就跟 就叫受职啊 受菩萨的职制 所以叫灌顶位 这个立身事业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愿心 相应这样的一个行愿 这叫菩萨的灌顶位 不是只有受灌顶而已啊 喝喝水这样子 好 弥不介入灌顶之位 聚菩萨行 这个就是 他的行修满足 等于法界无量无边 这边就提到 他的菩萨的修行 所聚之行 等于法界就是深啊 很深广 广就是无量无边 菩萨行既深且广 所以叫做无边量 获诸菩萨普见三昧 这个就是他的大定的成就 这些菩萨大众 在一开始 他在参与这个华言 实定品的这个华言会上的时候 的一个基本 就是这个普见三昧的成就 普见 见普法 叫普见 这个成就大定 普见无涯 这个就是在讲 佛菩萨的德 大悲安稳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讲 他能够立身 立物难良的部分 悲得广大 那再来 从神通自在 从于如来 这边开始就是 他圣境 圣境 这个你看到 到了等觉位 他还是有自分跟圣境 这个我们前面 上学期有提到 华言经菩萨修学阶位的 一个经文内容里面 每一品啊 他都有所谓的自分跟圣境分 自分就是单位的菩萨 他所具足的 他所必须要有的一个菩萨修行 那圣境分就是你要圣境去向后面 你应该要具足的一个行词 跟一个菩萨德 行德 所以说这边 赞召参谈菩萨德的时候 他也有分自分德跟圣境德 那神通自在同余如来 我那个等觉后面就是妙觉 就是佛果了 所以他 圣经德的五句里面 他就是有三句是同佛三叶 神通自在同余如来 这个是深夜的部分 深通 深夜是神通自在 同佛用同佛果 同佛的这个 神通自在 再来智慧深入眼真实意 这个是眼真实意 眼说法 这个就是同佛的这个 与业 这个深至入寂 与严实意 再来第三个就是异业 聚切至 降福众魔 降福似魔 那华言里面他不是似魔 他实魔 这个李世坚平都有提到的 华言的基本本术的概念都是实 就是一个圆满 讲什么都要讲到很究竟 那也象征了无量无边 虽入世间 心恒极净 这边 住于菩萨 无住 这边后面两句 他就是在讲 菩萨无住行 他前面讲 恒住一相 所谓无相 所以菩萨行 就是无相行 无住行 他不住在涅槃 所以叫做入世间 不住在世间 所以他心恒极净 所以叫虽入世间 心恒极净 那住于菩萨 无住泄脱 这个就是在讲 这个菩萨大众的 总的德 这些菩萨 都是住于无住泄脱的 恒住 跟其实跟佛一样 他就是住在无相 所以他能够无住泄脱 这是菩萨的德的总结 好了 那接下来 经文就带到 奇名曰 也就是说 这十个佛刹 维神树 菩萨 摩尔萨 他们的名字 这边就列明了 到底会大众有哪些菩萨 他就讲了 金刚会 五等会 义语会 最圣会 长舍会 纳且会 成就会 调尊会 大力会 男私会 无外会 真上会 普共会 如理会 善巧会 法自在会 法会 急进会 虚空会 一相会 善会 如幻会 广大会 势力会 世间会 佛地会 真实会 尊圣会 世光会 无边会 到这里 从金刚会 到无边会 总共有三十个菩萨大众 他的名字都是跟这个会有关系的 好 那这个到我们解释到 祖师的书论里面 你就会看到 他基本上就是在讲一个三谢托门 三门都有十门 所以就有三十的这个部分 那从念庄严这边 念庄严 打工计 性庄严 一直到 最后 普远禁界 至庄严 菩萨 这边 一共总共一百位 菩萨 这个也就是圆满 满数的一个概念 那后面 从念庄严到 普远禁界 至庄严 菩萨 这边的菩萨名号 就不是在以会结尾的 那前面就是强调一个般若 强调三谢托门 那后面这七十位呢 在祖师的论著里面 特别是在李通玄 长者 他就有提到 他说这些七十位菩萨 陈冠大师的著作里面 他提到就是说 前面三十会 这个就是纯德 纯啊 纯净 纯粹 就是以空会 三谢托门为主 那念庄严菩萨 一直到 普远禁界至庄严菩萨 这七十个菩萨 他就是 杂德 杂德就是广修一切菩萨 应该学习的 所以他有无量法门 所以他菩萨的名号 有无量 那这一百个 只是例举而已 所以其实从华言经的 这个 行文跟主持的论著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 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菩萨的名号 他会跟他所修的法 所行的行 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从一个 佛菩萨的名号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谢托门是什么 那在世主妙颜品里面 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现象 就是这四百个 这个世间主 的谢托门 你从他的这个 得到的解托门 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修什么样的一个 行法 法门 跟行使 法行 所以就可以从 他的名号当中看到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如是等菩萨摩赫萨 十佛刹为成数 你看那么多 这一百个只是立举而已 还有十佛刹为成数 这是结数 总结这个数量 这一百个只是立举 他菩萨的法跟行 那往昔 接于毕如这那如来 同修菩萨诸善 更行 这也是一个重点 就是极意 也就是为什么 这些菩萨大众 会在这一会 在讲实定品的时候 他会出现在 这个法言会上 跟如来 共同 来说这一部经 演 开演这部经 关键就是他 因为往昔 他过去曾经 跟毕如这那如来 共同修集菩萨善根 同愿同行 所以说这边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观念 要跟大家讲 这个是到 续分是到这里 就是总显三世间的 一个圆满跟成就 始祖处还有重 这是有别于一般 六成就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有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在修学华严经的时候 很多人会讲说 那个华严经那么难 那又长 那也不是一下 能够受持完的 那你说到底要不要 修学华严经 我跟你们讲 这个答案是 肯定一定要修学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 其实整个菩萨道的修学 你看十地平的经文里面 他就看到 就会讲到 出地菩萨 他发十个大愿 大愿满足 他最重要的四个字 叫做后执善根 大家你们修学华严 今天这堂课 你们这个是重点中的重点 你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平常见闻熏习 这个一圣华严经 这个普贤法 普法门 我们就是在 执重德本 重这个 一圣普法的一个善根 那这善根从哪里来 从无量无边的善业 从你见闻修学 一圣法 普法 华严经的这个当下 那你说你只有 就像这边讲的 他为什么会来到这一会 你为什么现在会坐在这个道场 这个教室 这个就是过去有因有缘 后执善根 现在在接续这个善根 所以见闻熏习 信解 随顺 去路 他有一个次第性的 所以你说你要修学华严经 你要听懂华严经 你说到这边讲到等觉实定品 很难入 很难入 你知道你说我们县市的人 是怎么一个受学 我们就是要以一个 后执善根的角度 来学 来受学这一部环境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 讲白的就是没有办法像 法生大师一样 路皮如信骸 所以你现在要见闻熏习 这个法门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说因为他难 我就不见闻熏习 太难了 我先从其他的经论 其他的经论都是基础 不是不要 是要的 三圣的教点 这些论经论 经律论三藏都是 佛 应激 随众生 而开演的 这些都是一个 断除烦恼 迈向 泄脱 止恶行善的一个 导正我们因果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教法 那但是进入到 华严经这边 菩萨不跟你讲断烦恼 菩萨不跟你讲 这些属于解脱道的 这个部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本来就具足 这个清净无碍 所以他们在这个基础之上 他们还深入 三昧的这种定会 展开出来的 无边的法界的得用 这个就是华严经里面 你会看到的 佛境界三世间圆满的 庄严显现 所以为什么说 不读华严不知 佛富贵 他富贵在哪里 那一圣经典跟 三圣的教说的 不同在哪里 我们可以从六成就跟 这个三世间圆满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 所以说就是说 重点就是 我们要以一份 就是同修菩萨 诸善跟行的 这一份法心 来见闻 熏习华严经 这个普法门 这是我们现在 在这一方 说博世界 受持华严经 应该要有一个 法心跟认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 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就不会有 这样的姻缘 入毗如法界 四生九有同灯 滑藏旋门 三图八难 共入毗如信海 我们每天早课在讲 三归一前的这个回向 这个 四生九有同灯 滑藏旋门 三图八难 共入毗如信海 怎么样灯 滑藏旋门 怎么入毗如信海 如果没有后执善根 没有办法 在入法界评 就有跟大家提到 我们再继续 补充这个后面 这个在 这个六成就 这个档案的后面 有这个补充 那我也会寄给大家 你看在 华严经入法界评 里面他就提到说 诸大声闻慎重 跟这些法生大事 海卫大众 都同样在 第九会的士多林 那其实 他其实就是一个 对照 对照的一个概念 所以叫显法重 显这个法 可是对于佛 他同样在这个士多林 可是他对于佛 陆三昧 泛光神力加持 这些三世间境界 圆满的境界 还有菩萨不可思议的境界 他们都没有办法 见闻 所以就是 如芒若隆 所以就所谓 有眼不是舍挪生 有耳不闻原顿教 那这经是什么原因 在陆法界评里面 当然就有提到 他说如是等是 一切身闻诸大地址 阶西不现 阶西不见 何以故 以善根不同 所以过去就是没有 种植这样子大圣善根 以圣佛道的善根 这个是对照在讲 你说这些身闻中 如果是大全菩萨来 当然他有 但他就是视线 这个对照给我们看 所以以善根不同 为什么 本不修习 见佛自在善根 你没有 本来没有发心 没有这个意乐 也没有去修学 见佛的善根 本不占说 十方世界 一切佛刺清净功德 净土的功德 你说 你说华言 有的人就说 华言 有没有修净土法 华言本身就是 十方净土的一个 种 集合叫华藏世界 怎么会不修净土法 那他的净土叫做 华藏庄严净土 他不是单一猛的净土 所以 十方净土都可以去的 所以本不占说 十方世界 一切佛刺清净功德 本不称赞诸佛 世尊种种神变 本不于生死流转之中 发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本不令他助菩提心 你看有没有 劝发众生的菩提心 这个在大圣乃至一圣佛道 的一个经论当中 非常强调这个 这个都是善根 本不能令如来种姓不断绝 本不射受诸众生 本不劝他修学菩萨波罗蜜 本不成就如来出世诸善根 本不得严禁佛刹神通之故 八地以上的菩萨 这个既在一圣皆位修行的菩萨 都是庄严佛果土 成熟一切有行 严土熟生 这个上面这一段 主事就讲 这个就是说明了 缺见佛果的因 那再来 本不得诸菩萨言所知境界 本不求超出世间不共菩提 就一圣的善根 本不发一切菩萨诸大愿 本不从如来加倍之所生 本不知诸法如患菩萨如梦固 本不得诸大菩萨广大欢喜 这一段就是在讲 缺菩萨的因 所以说不是缺佛 见佛的因 也缺见菩萨 这些法生大事 所以你不会在这个会上 所以就是这个因缘 所以说厚止善根是非常重要的 如是皆是普贤菩萨 自言境界 这些能够见佛三世间圆满 神通庄严广大境界 都是普贤的智慧 自言境界 此菩萨 佛菩萨因 就是乘法界普贤境界 不与一切二圣所共 所以二圣的没有这个善根 所以归根究底 这一段经文在讲的就是善根不同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见文 学习华严经 你能够发起这样的一个心愿 发愿 受此一圣的普法 普法门 那一圣的善根 这个叫做厚止善根 你要有见佛 文法 欢喜心跟意乐心 那将来就会在华严会上 就有我们的一份 一席 就有一个座位 就是这样子 以示因缘诸大声闻 不能见 不能闻 不能知 不能见 不能知 不能闻 不能录 不能得 不能念 不能观察 不能筹量 不能思维 不能分别 没有办法去 思维这样的一圣法 事故也不能入到这个 毗如法界 华藏玄门当中 事故在世多灵中 不见如来诸大神殿 复赐诸大声闻 无如是善根故 无如是字眼 无如是三昧 无如是谢托 无如是神通 无如是威德 事利 自在 没有这样的一个住处 菩萨住无所住 在唯魔节经里面 有看到 二圣声闻人 还跟唯魔节要一个座位 如是境界 事故 无如是境界 事故于此 不能知 不能见 不能录 不能证 不能住 不能解 不能观察 不能忍受 不能去向 种种的 总的来说就是 诸大弟子 依声闻圣 而出离故 成就声闻道 满足声闻情 安住声闻果 于无有地 无有地就是什么 这我们上一次上学期 在讲武教旨观 就有提到 这个小圣教 二圣声闻人觉 他们主要重点在 法有我无门 法有我无 所以他就是 无有就是 我无我空法有 这个叫做 于无有地 得决定制 所以他们 常住实际 究竟几近 远离大悲 舍于众生 住于自恃 只想到自己解脱 赶紧解脱 所以于这样的一个 佛圣的智慧 不能急 不能修行 不能积极 不能修行 不能安住 不能愿求 所以在四多灵源当中 他不见如来 广大神变 所以总的来讲 二圣声闻人觉 不见不闻的因缘 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 缺乏术士的因 过去没有这样子 种植 他是显 就是他视现在 这个朔博世界 的这些声闻人 他缺乏术士因 那再来 缺乏线源 就是因为你 这一辈子 因为过去没有因缘 现在你也 没有见闻熏习的因缘 那修的还是一样是 过去星期的声闻法 而且满足于 现世所证得的声闻果位 远离大悲 舍去众生 所以就 没有办法 之见 非其弃固 无以菩萨 清静眼 没有办法去入 菩萨之地 所以就更何况 是佛境界 所以说在 末会的时候 这个文殊势力菩萨 他就是 以这个向王回光三昧 就观察这些比丘 而且让他们 开示他们 十种迅速 趋向诸佛如来 进地的大圣 就是要让他们 成就这个 一圣 菩萨的信心 发起 十种无疲验心 然后 因着文殊势力菩萨的 引导跟开示 这些比丘 他在会上 他还是证得了 不外眼 见一切佛 境界三昧 在比丘会里面 有提到 那所以文殊菩萨 乃至更劝发 他们修持 普贤行 安住普贤行 那令这个 与会大众 都发起 阿尿多罗三秒三 普利心 这是在 入法界品的末会 所以 你看这个 他这边 这一段是引文 他里面就有提到 十种 去向大圣法的 无疲验心 见诸如来 积极一切善根 求佛正法 行行菩萨菩萨 修行遍一切菩萨 圣生三昧 普遍修行一切菩萨 圣生三昧 次第去路 三次流转一切读法 要入时间了 庄严十方 一切岔海 进佛国土 教化调服一切友情 于一切 叉行菩萨行 都没有疲验 这些种种的善根 都没有疲验 那能够 成就这样的信心 发起 对于普法 有这样的信心 发起 对佛圣 佛道 有这样的信心 发起十种无疲风情 就能够 长养一切善根 舍离生死 超出世间 不堕恶圣地 成就如来一切总性 满足菩萨清净大愿 积极一切如来功德 修行一切菩萨出行 获得如来 力无所谓 吹拂 众摩集出外道 灭除烦恼 习戏 入菩萨地 尽如来地 好 这个就是一个补充 所以说 这堂课一个重点 就是 借着这个续分 就是要跟大家讲 就是 后极善根 同修菩萨诸善根的重要 你就会在 每一个 见佛文法的 一个因缘 佛道的修学上 都有这样的一个 善根发现的因缘 你的善根种子会因为 我们曾经 集诸菩萨的善根 跟佛同怨同行 所以在 华言会上 就会我们 见闻 性解 随顺 去路的因缘 就能够 同登华藏旋门 共入毗如信海 关键就在这里 你现在如果我们 不修学 见闻 以及圣法 华言经的这个 修学菩萨善根 法生大事 毗如法界 对于这个 法理 我们不懂的话 你要成就行为 基本上不太可能 所以主持会讲 欲成行为 先结法理 那这些从哪里来 从见闻 熏悉开始 所以这个善根 大家一定要有 所以你现在学 实定品也是 你不是现在学 实定品 教你入到菩萨的 实定境界 那当然不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 是要什么 见闻熏悉 后及善根 这个是非常重要 好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一堂课 我们就是 依着 实定品的 经手 经出 经的前面 这一段文 来跟大家讲到 这个总显 三世间成就 还有这个 重成就的部分 那这个是属于 续分的部分 那我们下一次的课程 我们就概说 请分这边开始 我们整个五分 都讲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到 主师的论书里面 来去解这个 实定品的这个部分 好 那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边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